阅读单元一 时间线索 目的在于协助家长 培训子女掌握时间线索这种阅读策略 来阅读文章 藉此提高子女的阅读理解能力 原来每一篇文章 作者都有意或者无意地 留下了一些线索 帮助读者来阅读和理解文章 有一位同学写过一个作文 叫做我的老师 在第一段里面他这样说 我的老师是很关心我们的同学 第二段他怎样展开写作 这位同学是这样写的 上学的时候 老师站在学校的门口 欢迎同学 每一个同学都会向老师行礼 和说老师早 老师希望能够 培训同学 养成有礼貌的习惯 在下课的时候 老师都会走到走廊 或者是球场 或者是图书馆 与同学一起游戏 或者交流 我们的老师 跟我们好像一个家庭的成员一样 大家互相亲相爱 在放学的时候 老师会留在学校里面 帮助我们同学 做功课 或者跟我们一起 运动 总而言之 我们的老师就好像我们朋友一样 是无分彼此 最后一段 总括来说 我们的老师很关心我们的同学 而我们的同学也都很敬佩我们的老师 这篇文章 同学写作的时候 是应用了一个时间 线索 就是 上学的时候 下课的时候 和放学的时候 如果同学能够运用这种线索 来阅读文章 这样阅读的能力就会提高 在我们单元一 这个时间线索里面 我们有20篇文章 这20篇文章 作者运用了时间线索来写作 我举一篇 给各位参考 这篇文章也叫做我的假期 在第一段作者是这样写的 漫长的假期开始 爸爸妈妈 为我制定了假期生活 计划 使我的生活过得更充实 接着 作者就这样说 早上 我要在家里 补课 妈妈 知道我的中文成绩差 她请了一个 补习老师 为我补习中文 而这个老师 教我一些 阅读的策略 令我深受启发 在中五的时候 我要 画画和写书法 因为爸爸认为 画画和写书法 可以涂野性情 令人气质优雅 我觉得 画要画得好 字要写得好 是很难的 因此我佩服那些 大师级的 画家和书法家 在 下午 黄昏的时候 是我的自由时间 我可以 约我的同学 朋友 一起 游戏 一起 讲电话 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不是 晚上的时候 是我娱乐的时间 我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 看电视 和玩游戏 最后一段 总括来说 我的暑期计划 是觉得很充实 而且我是一个大亡人 在这篇文章里面 是作者运用了时间线索 就是 早上 中午 下午黄昏 和晚上的时候 在这个不同的片段里面 作者是展开 讲述暑期计划 因此 如果我们同学 能够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是将我们的文章里面的 有关时间的线索 用一支笔 圈的字出来 这样 在阅读起上来的时候 大脑的 认知操作 的负荷就会大大地减轻 因此 如果我们的家长 能够协助我们的子女 能够运用这种的时间线索 来阅读我们的文章 他们的阅读 理解能力就会提高 当然 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 展开了一些延伸的活动 和评估的活动 怎样做呢 请各位家长可以参考我们的 阅读单元 总介绍这个六象带 ений的多数据 和评传的活动